我们这个世界千变万万 所以我当时想这个问题 想不通啊 它怎么变 怎么变 都无有穷尽的 所以我就想起小时候玩的万花筒 所以他们找了很多万花筒给我 我怎么就几片的 几片彩色的这些纸片 放在这个三片玻璃当中 你怎么转 你转它里面这个图案 从来不会有个重复的 所以我学这个还原观呢 还原观里面讲出身无尽 用这个东西可以能代表 真出身无尽 它不是假的 我们这个宇宙之间千变万花了 是什么念头在主宰 意念在主宰 随你这个念头 它起变化 法华金 提泼瓶里面 将龙女 八岁 成佛 龙出身到 八岁的龙女 在龙宫里面听文书 菩萨了 讲进 它听懂了 觉悟了 觉悟了 明白了 主要知道 要知道 文法了 开启 断移身心 他立刻 就把行门 成就了 行门是什么呢 放下 你看大臣经上 佛常讲的 只要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 这三种烦恼放下 你就成佛了 所以我们相信 龙女听 明白之后 他就放下了 放下之后 到灵酒山 见释迦牟尼佛 拜完佛之后 他就信佛神 在南方五沟世界 陈登陈秋 华严经 法华经 那华严经里面 我们看幕后 善才 一身 云阵 无上不提 他在文书会上 得根本质 根本质是什么呢 用我们现在好懂的话来说 清净性 你心怎么会清净呢 那不就跟慧天大师一样吗 和亲自信 本自清净 这就是根本质 他把妄想分别执着 一下放下了 这叫什么 顿断 一下就断掉 他就正断了 我们现在 是懂得这个 放不下了 问题在这个地方 他人家真放下了 不但是 是执着放下了 分别放下了 连起心动念都放下了 所以这个妄想 妄想放下就是 不起心 不动念 这就是 大车大悟 明心 见心 见心 臣服 所以这叫 一尘经 放下 妄想分别执着 舍法界就没有了 所以舍法界是个梦境 六道是梦中之梦 我们 这个 放下了 一切执着了 与世出世间 一切法 再不执着了 你就醒过来 六道就没有了 好像做梦醒了 做梦醒了 行过之后 那个境界 是四身法界 那还是一场梦 那个梦是 那个梦 烦恼比我们亲 是妄想支柱 妄想支柱方向 那个梦境也没有了 四身法界也没有了 所以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个一点都不加 是法界没有了 什么境界出现了 化脏世界出现了 极乐世界出现了 祝福的时报 状元度 它是不是真的 比我们来讲真的 我们这个世界千变万亡 所以我当时 想这个问题 想不通 它怎么变 怎么变 都无有穷尽 所以我就想起 小时候玩的万花筒 所以他们找了 很多万花筒 给我 我说 极片的 极片彩色的 这些纸片 放在这个 三片玻璃当中 你怎么转 你转它里面这个图案 从来不会有个重复的 所以我学这个还原观了 还原观里面讲 畜生无尽 用这个东西 亏能代表 真畜生无尽 这不是假的 我们这个宇宙之间千变万化了 是什么 念头在主宰 你意念在主宰 所以你这个念头 它起变化 是这么一种事情 要把这个四十真相搞清楚 所以佛这个经典里面 教我们什么 就是教我们认清宇宙人生真相 那这个命题 佛学家是追求者 哲学也是追求者 这宗教家也是追求者 但都没讲清楚 他为什么讲不清楚 现在我们明白了 他永远讲不清楚 为什么 他妄想分别指着没断 他没放下 他放下 放下就是 有这个东西 你怎么研究 都是各层障碍 你没办法解释清楚 只有放下 回归自信 为什么 这都不是真的 虚幻的 你要不相信 那你拥有做梦的经验 有 我们就做梦经验 那梦是真的是假的 那我们这个世界跟做梦没两样 所以佛在经上用梦做比喻 用的最多 梦幻泡淫 那这个比喻 最主要的比喻是梦经 那个幻泡淫 都是陪陈 主要就这个比喻 所以佛在金刚经上 有一句非常有名的祭祀 教导我们 一切有为法 如梦花泡淫 如露一如电 映作如是观 这就是佛对宇宙人生真相的看法 如露一如电 这个电是闪电 露是露水 这就两个比喻 那如电 那是讲一个一个念头 就像闪电一样 那露水呢 它有一段时间 太阳出来之后就干了 就没有了 蒸发掉了 那是讲相续相 像我们在电影 看电影 荧幕上这个画面一样 那个画面是相续相 是幻灯片 组合的相续相 不是真的 这个是我们从近代的一些科学里头 很清楚能体会得到 那又一样是真的 一样真的找不到 如果真的找真的 能够算是永恒不变的 那就它至少是射暴徒 极乐世界东西是永恒的 没有变化的 但是它也不是究竟真实 为什么呢 经上讲了 这个祝福射暴徒 怎么出来的 它无名断尽 无名断尽 无名习气在 习气没断尽 所以射暴撞尽图 是无名习气现 不是无名 无名真断尽 就是它不起心不动念 它不起心不动念的习气 太威胁了 不但我们不知道 阿罗汉不知道 辟治佛也不知道 佛在经上讲了 七弟以前的菩萨都不知道 八弟以上才发现 才知道有这种一存在 所以三大阿神奇迹 不是讲我们一般修行的功夫 是讲断无名习气 无名习气没有方法断 只有随它去 时间久了 自然就没有了 古人讲这个无名习气 用比喻给我们说 他讲不清楚 我也体会不到 他用酒瓶 酒瓶沉酒的 把酒瓶酒倒掉 里面擦干净 确实一滴都没有了 但是闻闻有味道 那个味道叫吸气 有什么方法去掉 没有方法 只有把瓶盖打开放在里 放个一年半年 再闻闻没有了 那个我们的无名习气 要多久才没有呢 三个阿神奇迹 你别去管它 这叫无功用道 决定不能有念头去断它 有念头断它 你的无名正常了 起信心 不理它就完了 没事 所以在舍宝图 你跟究竟果佛 没有两样 舍宝世界 有缘的众生 他有感 你就有印 感应道教 不可思议 所以成佛之后 是不是没事呢 不是 死很多 可是死再多 你不会感到劳累 你有能力 应付得了 为什么 智慧 神通道理 神仙仙 你能够现无量无辩生 独自在啊 千百亿化身啊 哪里有感 哪里有原因 那应以什么神得度 不是自己意思 自己没有意思 自己有意思 那就变成反复了 自己没有意思 自信其有 阿 尼 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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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 陀佛 阿尼 陀佛